有客户说 他空调打开过后 上面的直直灯一直在闪 也没有风吹出来 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空调 是个大惊的 现在这个直直灯一直在闪 内机好像也没反应 让我们去看一下外机 外机在这里 看这个外机风扇没工作没转 也听不到压缩机在工作 说明外机没有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遥控器 这里调的是炙热26度 那我们就按一下这个取消键 按照不放 我们对着空调 然后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故障 好 现在出现零零 然后再按 好 那说明这个故障 是L5 刚按L5后 这个就藏响了一下 其他的没有藏响 是吧 那就是L5 让我们把这个空调插头 先给他拔6 转一下电 断电还亮了吗 然后我们就把电藏上去 有可能是板子会不好 或者板子坏了 或者压缩机坏了 藏上去 还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开一下 试一下 断掉 打开 就这样 我们再试一下 现在这个灯好像不闪了 现在不闪了 再去看一下外景 还没有启动 刚插头拔掉了 重新开了 一般的要等几分钟 稍微稍微等一会儿 像大进控调 特别是便明控调 有很多都是电脑板 还有故障 导致的死机 所以说我们重新 复一下 可能就好了 你们看 现在外景已经转了 风扇已经转了 看到吧 电镜头压缩机转了 上面可以了 好了 这个风已经吹出来了 而且还挺热的 那说明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主板 电脑板 死机扰照的很难 我们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 然后重新开一下 就可以了 老师傅你看一下 热了 下次出现这个问题 你就把这电拔掉 重新拆一下 好吧 这个情况还挺常见的 什么也没换 请这么搞定 好